大家早晨 一間店舖的服務態度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都喜歡畫畫 其實都買了不少畫畫的工具 包括紙、顏色、筆之類 也周不時是光顧一間店舖 買這些畫畫工具 貪去就腳 銷售的服務態度很不一般 早兩天更加發生了一件事 令我從此都不想去這間店 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當日我想買一支筆 尺寸就是 我見到這間店有很多筆 見到一支比較粗 想問銷售主行 有沒有比較幼 で� mình 他又給了另一支我 我看又不是很適合心碎 我就問他有沒有這支和這支之間的一個尺寸 那你知道銷售怎麼回答我呢? 銷售說,哎,這樣幫不了你了 其實你怎麼回答顧客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都要有些技巧 不要經常都語氣喘喘降 或者有些答案 其實如果沒有 其實你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很客氣地和客人解釋 這個牌子只有這個和這個尺寸 就沒有中間的 就不用說一句,哎,這樣就幫不了你了 就是很晦氣的一種回答 全香港又不是只得去一間 買這些畫畫工具的店 所以我就決定了 從此之後就去另一間 所以你看,這樣就失了一個 我覺得我都算是大客 每一次去都起碼洗幾個水 都去得很密的 我都是開始畫畫一個多月而已 所以變了就這樣就失了一個客 今時今日的生意環境這麼惡劣 再加上這些銷售 真的多得去不少 也都是現在老闆的悲哥 好的員工不會留 差的員工又不會炒 那沒辦法 怕炒了又請不到人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今個月 已連華 那隻Kantiki陸陸陸 非常之搶手 早幾個小時 我睡覺的時候 還有人問我 還有沒有貨 我可以跟大家說 陸陸就賣光了 那全因為我 要吃130隻 才可以跟大家爭取到這個 這麼損的價格 5500元買到一隻 這麼有質素的潛水錶 那如果我要再做 要起碼500隻 那這個市道 大家想想 怎麼去很快燒500隻 同一個款同一個顏色的錶呢 所以陸陸是沒有了 不過在八月尾 將會有另一個顏色的出現 那也是我為大家找到的 白咖啡 也都是非常之靚 非常之清新 真是沒看過這隻錶的實物 可以在三個地方去看到這隻板 大衛金輝 或者是尖東北風明集 或者可以直接找我滑滑的 都可以給到這隻板 你看的 八月尾到貨 一樣和大家做 5500元 那大家要快手 因為 我們都說了這幾天 其實超過一半的數量 已經有人訂購了 那這個夏天 不要miss了這個 這麼損的offer 以連華的Kindiki Diver 5500元 可以 拿到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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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